OK OK 灰色 我身上穿的是灰色 另外一个色是蓝色 加待会助理会穿黑色 它裤管你看啊 裤脚那边啊 是像一个小喇叭裤这样子的 看到吗 很明显的看到它裤管是这样子的 喇叭裤的款式 然后裤管前面啊 是这边是这样子有开叉的 在前 它前面这一边是这样子开叉的 是它的款式来的 它裤管不是直筒裤管啊 它是属于这样子开叉 不用怕会毛毛痒痒啊 里面是这样子滑面的 它属于那种casual wear的那种长裤 OK 三个是整件裤头是rubber elastic的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身的 我们买一个17的啊 没有这样子casual wear的裤子了 后面是这样子的 后面应该是有rubber elastic 总之它腰间整件是rubber elastic 中间 中间这一边是这一条啊 裤子它这样子整件是这样子破开来称 所以整体它穿起来是很显瘦 是属于full length的那个casual wear的长裤 OK 颜色方面都是裤子的经典颜色啦 灰色黑色然后比较fly的就有这一个 我灰色是属于花灰色 它不是那种solid的灰啊 属于花灰 最深的色就是助理身上的2D色 所以说这个不只记忆是我sm而已啊 L cycle会很高 而且穿在我身上是下围是还有空间 然后腰围肯定也是有空间 因为它发生的话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只是说这款式就不记忆说你穿贴身啊 所以说建议你的效尾90 如果是超过的话你们就要跳过啊 所以说这个的价钱是非常优惠啊 只需要52 甚至的话可以搞绿带走我身上的这个黑色 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不怎么流行这样子 比较老啊 可是外国你看 Servity它有很多都是穿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要只有 它的款式是这样子啊 它是开展是今年啊非常流行啊 马来西亚说会效率比较慢一点的 所以说你想找一条就是说比较cash的裤子 跟以往不一样的 跟以往不一样的材料 我们很多在套装都是比较直筒的 然后就是说裤管那边是收裤脚 没有这么多款式 你们可以想找一些不一样的 可以选择戴走这个款 深色就是我身上的黑色 如果你是平时accent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这一件 我画了蓝色啊 基本上有个选啊黑蓝灰 OK 灰是随花灰色 金卡的灰色 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女儿啊 哈哈哈 是有跟女儿一起 没有我们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 我家 我的上一代妈妈那一代很多 很多女儿儿子很少 可是到我们这一代都出担了 穿过来是怎样的啊 来 这个是花灰色 OK 它不是那种solid的灰 三个色 整件裤头是Rabbit Lastic的 我身上穿的是蓝色 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身的 基本上你要穿的比较friendly 时髦一点的这种casual wear的裤子 这件是非常好看 加上这个优惠价值是52 前面有开叉啊 它整体啊 它裤脚是属于小喇叭的裤管啊 对 OK 它不是这样子整整个指头 不是啊 它是小喇叭的 OK 我和助理都是穿在同一个尺码 下单只要打困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你想要穿的比较bright一点的颜色 你带走蓝色 比较素一点的颜色带走灰 有钱人的颜色 就是没有啊 就是我没有女儿 我只有一个儿子 可是有点像女儿 然后她头发比我更长 我像女儿的儿子出来是一个嗨一下 她应该很忙 她在忙着她的狗公 每次我跟她讲 你是不是因为你妈咪很想要女儿 你就把自己头发留到这样长 她头发比我的更长 所以她就是我一个像女儿的儿子 然后还是她打鞭 所以PC21价钱 指示52 三个色 最深的色是黑色 然后比较bright的就有这个蓝色 还有一个就是灰色 花灰色 特价52零级 Freeside 整件裤头是Rawaii蓝色 我让你拉给你看点 Rawaii蓝色是有空间的 只是说夏威这边就不介意说穿太贴 因为这种款式的夏威 会有点空间的面子比较好看 就是说这件夏威比较超过98 压娃是OK 夏威比较超过98 长裤版的 对啦 不需要52 也是属于纯性的款式 我们之前是完全 这样子的 喇叭库管 你用这样子的裁剪 和库管那边 是可以的 优惠价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 是西装布面料的 橡是 可是PJJ PJJ54 价钱指是92 最小的码是从X开始 最大是去到XXL OK 我们今天款式特多 大概是有